行政院前院长孙运玄在踏入政坛之前 曾经在台电任职长达18年 先后担任过台电的厂长 总工程师和总经理的职务 带领了台电人奠定台湾的电力基础 至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 今年适逢他的百岁名单 台电特别举办了纪念展 要缅怀这位永远的老长官 你这一生你觉得你做的最有成就的事情是什么 他说是台电的事 他把台湾的电力恢复的时候 把台电视为自己一生的骄傲 这是台电人永远怀念的孙老总孙运玄先生 民国35年到53年间 孙运玄先后担任台电厂长 总工程师总经理 在18年的台电期间 率领台电员工奠定了台湾电力的良好基础 今年恰逢孙运玄先生百岁名单 台电也举办了看见孙老总特展 缅怀这位令人难忘的台电巨人 数十张照片记录着孙运玄如何用坚持 引导台湾电力起飞的岁月痕迹 孙运玄用他身为工程师的浪漫和力量 带领台湾走出黑暗影像光明 也替台电打造了动人的历史记录 即便到了今天 孙运玄先生的精神和风骨 仍然是台电人永远的骄傲 郁电TV 萧柏青 王茂珍 台北报导